在台北市長柯文哲以及台北市駐都中心董事長彭震生 以及產官學各界代表的見證下 台北市駐宅及都根中心正式接牌 柯文哲表示過去台北市要蓋社會駐宅都會被抗議撒名子 如今卻非常受到歡迎 已經不是零幣設施 一開始我們就蓋個社會駐宅 後來我們社會駐宅到現在最成功的是什麼 我還記得我去 反正廣執今天也會辦若晨 我去辦說明會就是那種被撒名字的 那個還沒講話就下面叫抗議 奇怪 還沒講話抗議什麼 開始撒名字全套的 可是今天台北市都要蓋社會駐宅 已經不是零幣設施了 因為我們很成功的讓社會駐宅變成 周邊居民都是好喜歡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個社會駐宅要蓋下去 它底層的一二三層 它是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 不管是拖陰 拖幼 拖勞 甚至離場的辦公室 去面貨通東西再進去 然後我們在社會宿宅裡面 又有這個清創服 它不是用湊件 它是用申請的 所以我們開始讓 像我在住公寅 樓上樓下姓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完全的isolating 孤立 可是如果把一個社會駐宅變成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駐宅走到今天 從來沒有想到說變成今天這個modal模式 同樣的也知道 亮到一定程度才知道說 哇 這真的要蓋兩萬戶 這個物業管理怎麼解決 這個才 赫然發現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將來這裡有租租中心來負責 所以將來這個租租中心成立 還有三個大目標 第一個是我們都更分為的 將來就交給租租中心 再轉租了 所以以前那個包租的業務 就由租租中心來處理 這個也保證說財政的永續 因為都更分為的 還是有錢嘛 如果將來做公辦都更 還是要花錢的第一點 第二點 那你講過 社會住宅還是要蓋嘛 公辦都更還是要推嘛 物業管理還是要做 所以這個政策要能夠永續 最後就是說 行政法人還是在人事跟制度上 還是比較有彈性 特別是可以引進民間的能量 還保持一個專業的發展 利用公式協議的模式 所以移距永續的這種目標 要靠租租中心來推動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工會理事長陳勝宏表示 期待租租中心跟工會建立良好溝通平臺 共同推廣台北市居住品質 並提升市容 租租中心自成立以來 它的成像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就不必一一的待遇成事 但是呢 由 財統法人改為行政法人以後 我想它的責任更重 角色更為明顯 那麼 我們工會呢 也期待 這個租租中心成立以後 能夠 比以前 更加的跟我們工會 有所接觸 建立一個 良好的溝通平臺 能夠 使 政府 民間企業 合作 更以順暢 能夠推廣 未來 台北市的 市的 品質 環境 提升 我們 台北市的市容 我想 這個都是我們 大家共同的方向 目標 那麼 資助中心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物流管理 這個管理呢 在 其他 國家呢 都已經做得相當成功 但是呢 我們台灣 對這個 資助市場的 建制呢 還未有成效 希望 我們資助中心的成立以後 能夠 給我們台灣 帶來這個物業管理的一個 新的楷模 建立一個一套 新的助渡 讓台灣 對於未來的 租市場呢 能夠更好 正確的方向來走 未來 駐都中心目標 包括都跟分回 不動產資 包租貸款業務 推動公辦都跟 社會住宅 新辦及 物業管理 並引入民間能量 使台北市成為 宜居永續的城市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